行政長官林謝月娥說 用火炭進陽村隔離 鑽石公主號上返港的人 是唯一選擇沒有後備 政府已經全面戒備 她又說香港和澳門的情況不同 希望大家不要比較兩地的防疫工作 曾永珊報導 進陽村出入口 設了路障 有警員駐守 商場外面也有大型水馬保護 政府說進陽村五座公屋 每座會用幾百個單位做檢疫中心 鑽石公主號上面的港人 接回香港之後 會在這裡強制檢疫14天 已經是全面戒備和保護她 如果沒有進陽村 我們目前是沒有後備方案 希望各位市民都能夠諒解和包容 這是為了整體社會的好 如果我們沒有檢疫中心 需要其實接受隔離或者檢疫的人士 是通街走 將會為香港在抗疫工作裡面 帶來一個很大的漏洞 日本的港人回香港有期 湖北的港人又何時回家 林鄭月娥說性質不同 並不是內地當局不配合 目前只是盡最大努力制定方案 如果要用包機資源不是問題 但不會考慮用高鐵 她又宣佈經過計算之後 向立法會財委會申請的抗疫基金金額 加碼到280億 比日前宣佈多30億 她承諾每一項措施都會有執行時間表 澳門連續13天沒有新的確診個案 反觀香港幾乎每天都有 是否香港政府的防疫工作做得差一點 她說兩地有很多不同 我們有14個口案 如果沒有記錯 澳門應該是3個口案 澳門也沒有封關 澳門是用他們最穩妥的方法來處理 我們是用我們最穩妥的方法來處理 所以我希望大家不是用這種比較的方法 不過提開澳門 今次在鑽石公主號上面 有幾位澳門居民 我都跟澳門特首辦公室說了 我們很樂意用這個包機去接載澳門居民回來 有線電視記者 曾詠珊報導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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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